欢迎来到《妄想世界》,分享一些重要的消息和有我的观点 因为我最近看的影片很搞笑,不停地把这些资料丢给你 看上去好像有很多资料,但是没有一个思考的过程 我很怕出一些影片就是这样,我希望有些深度的思考 还有我分享一件事,我在Patreon里面有说过很多次,它加息不会加多少 它一定很快会停,那为什么呢?今天我解释一下 因为大家不要介意,因为过了这么久可以说,因为我已经是半年前说 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债务上限又来过了? 我们应该怎么部署呢?我说一下 如果你还没订阅,记住订阅,按小铃铛,我不会照读资料 因为照读资料没意思,有很多资料你可以上网看完 根本都不需要照读,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你自己的观点,投资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 你在大部分的人都不知情之下,你比别人早,你就会赢了大部分的人 所以你后知后觉,还有你先知先觉,两个故事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突然有一个 有一段时间,为什么我每次都迟过人呢? 我在想,为什么全部升了才来买呢? 然后我就在想,究竟出错了什么呢? 所以你要把整件事重新拆解 不要看到升就觉得升,不要看到跌就觉得跌 整件事就 豁然开朗,你发觉原来很简单的 今天讲一讲 因为19号下星期四 ,又到资务上限 其实呢,我记得去年 又是鬼鬼祟祟,就把上限提升了 他们特意不报那些新闻 那我那时候说东升西降 我想很多人都 否定的 他说股市跌到这样,你还说东升西降 但是搞错了,大家要把两个东西分开 股票市場 並不代表經濟 這樣呢 認知就是這樣 學校教股票市場 當然是等於經濟 其實不是的 股票市場並不是 反映經濟 很有趣的 股票市場不是完全反映經濟 反映另一件事 債務上限 一定會再提升 不用怕 其實10年前 忘記了多少年前 又是試過停了 政府是所有停了 無論是交通設備 所有政府機構都停了 連圖書館都不開 你說多嚴重 一個政府沒有錢是很大的事 中國政府有沒有錢呢 中國政府是很多錢 很多錢 結果結構上是不同的 它稅收是很多 剛剛最近看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中國的出口也很厲害 它稅收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兩個世界來的 但是美國是不是差呢 又不是差的 你看上去好像很差 但是它又有個底 那就不可以這麼簡單去分析一件事 說 喂 東升西降 美國一定衰了 不是 但是呢 接下來有個時間 五黃去到美國那邊 是會遇到一些事 有些爭拗 可能 可能 就是這件事 不知道 1月19號 下個星期四 還沒過這個農曆新年 應該這件事 沒事的 就是過得到的 完全沒有問題的 大家繼續跳舞 繼續開派 開派 但是呢 但是呢 接下來呢 就是 接下來 下一次再談 暫戶上限 大家要小心 就是不是這次 是下一次 過了新年後 好 那接著 為什麼我知道 假的息會停呢 那最近 如果你細心地這樣聽 細心地這樣看 其實聯邦儲備局 都是一間公司 那聯邦儲備局呢 它呢 就有盤數的 那剛剛出了盤數去看 就是呢 未加息之前呢 加息對它有影響的 就是你不要以為 加息對美國沒有影響 不是的 加息對美國自己本身有影響 那 當然啦 它又有些債券 有其他東西啦 那你加息 其實它 那個 也多了幾百億美金的收入 但是問題就是這裏 去年 即是 即是未加息前呢 它那個利息支出呢 只有57億的 剛剛出了 開了盤數去看呢 它那個 那個 利息支出呢 去到 一千零四十幾億美金 哇 大佬 你們想一下 那香港人就說 哎 加了幾千元息 哎 很嚴重啊 譬如你八百萬啦 大概加多 四千多元 即是那個利息啦 即是每個月支出多四千多 已經叫救命啊 那你看一下聯儲局 五十七億利息支出 變成一千零四十幾億 哇 多少倍啊 二十倍啊 那你怎麼可以加得下去啊 其實 你一看就知道啊 其實 它的利息支出 因為它的稅很大 你加了幾厘 其實好像很少啊 哇 但是對於一個 龐大債務的國家呢 哇 它的利息支出多了二十倍啊 大佬 所以呢 即是 你看一件事呢 看看是怎麼看的 說真的 對我來說 我覺得啊 即是有很多人囂張 那些人就說 哎呀 加了一息啊 以前就說 加一杯凍檸茶而已 現在加了一息啊 不見了那個旅行啦 不見了那個長腳蟹啦 喂 那 相對來說而已 說真的 就是我自己買開商業物業呢 我之前的息率呢 去到成五厘幾 我有十年都是供五厘幾 五厘七幾 我記得 你說 不是高利泰油 是正常的 的按揭來的 但是我買的那些呢 是比較少人做的嘛 就是不是那麼多人做的 那我十年內供了它啦 搞那麼久了 幹什麼呢 但是你說對我來說好不好啊 五厘幾息啊 喂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大家的 心目中的水平不同 因為我公開都是五厘幾息 現在三厘幾 我覺得很便宜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而已 我覺得很便宜 對我來說 那 因為其實 說真的 你知不知道我管理費 我只是抱歸管理費六千多元一個月 六千元一個月 六千元一個月 六千元可以供多層樓啊 大哥 只是管理費六千元 那所以你說 但是 如果我現在出去交租 市值租金成三萬多 三萬多 如果我現在只是交管理費六千多 那對我來說 那我當然有超級優勢啊 對不對 我就算 我就算那天 關門不開工 我也是虧幾個水而已 對吧 就是我虧不死我 所以 那個程度上面 當你 當你經過了一些很困難的情況 你就覺得這些情況很少事而已 只要加幾千元 就死不了 所以 好看大家的 那個想法不同 所以我的見解有些特別一點 但是 我又想一下 如果普通人 如果你加成四五千元 那你真的是 難頂一點的 那 那 當然啦 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但是 我想說 去回 普遍一點的看法 美國 是不能夠長期加息的 他自己也頂不住啊 這個是事實來的 自己去找一下 就是那個 就是聯邦儲備股 出了一盤數的了 那 這些是事實來的 就是 就是 有人說 你是不是偏幫什麼啊 什麼 那我不是咯 這些是有數據 自己去看 那這些 我只是呢 綜合了給大家 還有呢 有個概念 為什麼我那時候 已經說了很多次 他加不了很久 所以我一早就知道 他加不了很久 我最多就是頂一兩年 就是 所以 有時候呢 很多事情 你怎麼決定 就是你怎麼看那件事 還有 你經歷了什麼 所以 可能呢 很多人呢 會很害怕的 這段時間 哇很害怕啊 加息加很多 但是 對那些人來說 都是很普通而已 你加了多少 我最多加每個月 加一萬元 公款 我都 我都 我用得到這件事 我不會說 很驚訝這件事 因為其實我對我來說 息口 就是我做生意的成本 喂 人家一加租 都加幾千 加幾千元 有幾奇呢 那你息口 我給銀行而已 而且 就是 公款是給自己 最終贏家都是自己 最終贏家都是業主 你夠久的話 贏家一定是業主 那你不用怕嗎 我就完全不怕 說真的 你看看多遠 如果你看 五年六年的 那可能跌 跌一半 跌七成 沒問題 但是 我看很長遠 我也都 越來越 公越輕鬆 所有事情 因為我想跟大家說 分享最後一件事 免得說這麼長 你跟銀行做生意 銀行是虧給你的 很多人都概念 就說 銀行賺我百多萬息 或者什麼 其實不是 銀行是虧給你的 先把這件事 為什麼我Patreon 慢慢再說 總之 銀行是虧給你的 第一 你是有好處的 第二 就是說 聯邦準備局 不會加得很多息 整個趨勢 如果你看遠一點 不要看那麼近 你就看到整個Pattern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整個故事 都是預定了 會怎樣發生 大致上 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不同 我全部都 預計了會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你做一步 其實就很容易做 其實不難的 其實人生就很簡單 那你搞定了財政的事情 然後其他事情 就不會太難 最麻煩的是 你花了太多時間 用時間來換錢 始終你最終都是要錢賺錢 這個是黃道 這個也不是秘密 所有人都知道 錢賺錢 才是真正的賺錢 好了 如果有用的話 可以讚好分享給朋友 下面留言討論 我會在Patreon裡面再說 究竟為什麼 你和銀行做生意 是非常好處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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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楓